您好,谢谢收看东方纵横,我是东方 前两天,白宫和国会又因为政府预算了事杠上了 美国三权分立,国会管钱 国会不给钱,联邦政府只能停摆 过去也曾经停摆过 前一个星期,府会在最后一分钟达成协议拨款 但只够用到12月初的 也就是说再过两个月不到,又得因为钱的事干一次 虽然联邦政府有权运作了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 从表面上看起来,国会不给政府拨款 政府停摆还是小事 这美国国债利息还不出来,麻烦很大了 这不就像是恒大债务危机一样了吗 拜登的白宫据说已经做好了末日准备 白宫经济顾问团警告说 如果联邦政府债务到期还不出来 几千万美国家庭,脱家带口的家庭 退休家庭,退伍军人家庭 马上就收不到政府每个月的津贴了 马上就揭不开锅了 国防部长奥斯汀也警告说 债务到期没钱还债 美国经济力量受冲击 而经济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基础 怪怪弄敌动不得了 有报道说 白宫打算叫财政部赶紧打造面值1万亿美元的白金硬币作为抵押 从美联储那里借钱做急需 不过这个动议被财政部长耶伦给否决了 他说 白金硬币只是个幌子 说白了就是印钞票 国会不愿意借钱只能印钞票 这会伤害美联储的独立性 也会造成通货膨胀 真有那么可怕吗 没有 我今天跟你解释解释 这个话题会比较枯燥无聊 但它重要 掌握了信息的公民才是负责任的公民 过去两年的时间里 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 已经收购了33,00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国债 33,000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 这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2020和2021年 两年的预算赤字的一半还多 美联储买了这么多的国债是要收利息的 而这笔利息收入的大部分又交给了财政部 在财政部的账面上这笔全算错收入 根据今年6月份美联储的季度财务报告 2020年美联储交给财政部的国债利息收入规模是870亿美元 占美联储所有利息收入的85% 今年交给财政部的会更多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284,000亿美元 其中63,000亿美元的债务 直接发行给联邦信托基金和其他政府机构的账户 规模超过了五分之一 而这63,000亿美元债务的利息 从这个联邦政府的账户出来 转移到另外一个联邦账户的账户 都是联邦政府的钱 所以这笔利息开支对政府的预算赤字没有影响 那么剩下的超过22万亿美元的债券 是卖给投资者了 包括外国政府、银行、基金、个人 也包括美联储 美联储手里持有的政府债券规模高达54,000亿美元 四分之一在美联储手里 那么这笔22万亿美元的债券利息会增加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统计 今年的利息净支出是4,130亿美元 因为美联储持有公共国债的四分之一 那么净利息当中有四分之一是给美联储的 而美联储又把这笔利息收入交还给财政部 所以政客们嚷嚷的美国政府付不出利息了 债务危机了 金融崩盘了这些吓人的成分是居多 美联储是中央银行 所有的银行和储蓄所都要在美联储中准备金 0.15%要留在美联储当准备金 规模有41,000亿美元 这笔准备金储存在美联储那里是要付利息的 如果美联储要提高利息的话 美联储付给银行储蓄所的准备金利息也会多 而多付出的利息会从给财政部的利息上缴的额度里扣除 也就是说美联储跟联邦政府之间有直接的利益纽带 并不像耶伦说的那样有独立性 2011年奥巴马执政时期 白宫和国会之间也因为政府预算赤字而僵持不下 那个时候美联储和财政部之间悄悄地制定了一个预备方案 万一国会不给钱 美国联邦政府也不会没钱还债 不会没钱付利息 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 到时候美联储会帮助财政部支付利息和还债 而其他不紧急的联邦开支可以缓一缓 当时耶伦女士担任美联储副主席 她应该了解这个情况 现在共和党议员已经提出议案 Full Faith and Credit Act 要求在政府资金吃紧的时候 首先支付债务 军人工资福利 退休金 老年医疗保险 退伍军人福利等等 现在政客们已经习惯大手笔的开销了 财政收入不够就借钱 债务有上限就立法提高上限 每次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政客们就会呼吁警告 大声疾呼 信用要崩盘了 军人发不出工资了 老年人没有医疗保险了 千千万万家庭揭不开锅了 到这个时候 你就能做到脸不红 心不跳 气度不带喘的 不会被政客们给忽悠了 谢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如果您觉得我讲的有道理 请帮助转发推荐 也请留言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 请点击订阅键 再次感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我是东方 咱们下次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